最近我的新浪微博发生了点异常 就是比如说 我说今天天气不错 网友留言 王福仲呢 我说我在不丹求婚了 网友留言 王福仲呢 王老师呼声很高 那王福仲呢 王福仲来了 尤其是聊这样一个敏感的价格话题 掌声有请 重炮手 王福仲 欢迎王老师 有围的王老师 请坐 新加坡归来 风采就不一样了 我去新加坡之前呢 郎教授跟我一一息别 他当时跟我说 饱含深情又严肃地跟我说 你知道三个月是个什么概念吗 三个月足以天翻地覆的 我觉得事情被郎教授严重了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们这个节目里 也发生了这种很大的改变 我一时啊 还真适应不了了 不过我很感谢大家还 过了半年 大家还仍然记得我 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 主要是你上一次节目啊 最后走一一息别钱的那期节目 太猛了 你本来另一个嘉宾 说的到现在为止 微博都不敢开 而且王老师那句名言呢 在网上奉为经典 就是就没有什么比骂他 让他更开心和高兴的事 那我已猜到他的观点 而且绝对跟您截然不同 他的观点应该是 停车费啊 不是太贵了 而是太便宜了 是吧 是这样吧 就刚才我聆听了 我们郎教授的这一番教诲啊 我觉得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这个事情很简单 人间的一切啊 无非就是俩字 价格 你要不接受 那我就稳妥地说 人间的一切 几乎就是俩字 价格 你承不承认现在停车难呢 承认 有问题对吧 问题出在哪 很简单 就是便宜 如果你更便宜点 就更难停 如此而已 在王老师看来 这个停车费上涨 或者涨到位了 就能够解决现在城市拥堵 或者停车难的问题吗 那当然了 我们先说说 为什么有停车场呢 有停车场是因为 停车场有它的价值 就是换成说有它的用处 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它听说说的简单的 就是说我开车到停车场之后呢 我就能停下来 停好了之后 我就可以安心地去办事了 现在大家觉得停车难 就是因为我到了停车场之后 我找半天呢 就没有停车位 那就说停车场正在 失去它的价值 为了让停车场 恢复它的价值 这是我们建停 人类它创设任何一种东西 是因为它对人类有用处 我们建停车场 要有停车场这个玩意儿 是因为停车场 对我们有好处 你不能搞得这个东西 搞得停车难了之后 停车场就没有意义了 建停车场就没有意义了 为了恢复它的意义 那怎么办 为了恢复它的意义就要涨价 那当然了 不是 我请问你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 这观念不对 这观念不对 我跟你讲 就是价格只是一个机能 一个机制 那么我一再讲 就是说政府它的权限 和市场如何划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看 在以广州为例 只有30%的停车场 就是汽车保有量 跟停车的位置 只有30% 有70%的车 是开车找不到停车位的 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你价格涨得再高的话 它为了找到停车位 它们马上一直绕绕绕绕绕绕 结果 会使用具形容更严重 那应该怎么做呢 像美国 像欧洲 像日本的话 都是政府鼓励你来做停车场 而且民间来做停车场 给你税收的优惠 甚至财政补贴让你来做 做什么机械式停车场 有什么好处呢 建的多了之后 经过价格竞争反复更便宜 但是停车场一旦建多了 大家像日本一样 0.95的比例 你都能找停车位的话 你10秒钟就能找停车位 而不用花半个小在路上晃 你都用一下大不改善 那我请问你 我为什么要建停车场呢 你可以赚钱呢 对 我可以赚钱 好了 我赚钱的前提是什么呢 价格我自己定 对吗 当然是 对 OK 对呀 那好了 那现在为什么大家找不到停车位 你说的很简单 就是因为停车场少 可是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少的唯一的原因是价格低 因为你价格低 大家都去了 因此就没有停车位了 如果你涨价格之后 它去的就少了 因此停车位 你不用再新建停车位 停车位也增加了 不是 我可以跟你讲 明白 这个价格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反对说 价格该涨要涨 我们这个都是同意的 你要想到说 我反对什么 我反对政府来管制价格 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天上云都不足 然后价格上去了 这个我们是不能反对的 因为这是市场机制 价格比如涨到100块 停一个小时 那很多人就像这边 就会来建体这场 估计充足了以后 经过价格竞争 价格振会下来 这就是市场经济 对不对 你走这步 那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很完美的 教科书理论 我相信大家任何人 你只要学过经济学 都会赞同的 好吗 问题什么你知道吧 包括出租车的费用也好 包括停厂费用也好 这都不是市场机制 所决定的 这才是我所反对的 这点我给你申明 其实两位的区别在哪 教授刚才有一句话 说价格只是机能之一 一个机能 但在王老师看来 价格是全部的机能 你帮我解释一个问题 为什么广州 8月1号提高了 大幅提高了停车费 反而一个月之后 拥堵指数不降反升 因为经济学说得很清楚 经济学家是无法进行 有控制的实验的 就是说你必须保证 别的条件都不变 光是涨价格 在别的条件都不变 如果提高价格 一定是拥堵下降 对吧 但是因为你控制不住 别的东西才变动 比如说 你很简单 你比如说把它 中秋节 大家都要出门送礼去 那当然它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 你是无法控制的 好了 专家学的意见 都是没有意思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反正都是实验室里的 都是实验室里的 都没有意义的 您正好把事情说反了 经济学家说 社会无法进行 有控制的实验 这是经济学存在的价值 就是我给你来一个 跟实验一样的结论 跟物理学家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经济学是什么 你如果您是在 这个美国的大学 读书毕业教书 您知道芝加哥大学 如果您到芝加哥大学去上学 你就知道 芝加哥大学那个微观经济学 它居然 它不叫微观经济学 它叫价格理论 为什么 因为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就在那里 价格理论有三个 价格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 就是传递一种信息 如果你评测费 这个价格太低 给人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传递信息是 停车场太富裕 我们知道只有东西多了 价格太便宜 对吧 对 你如果停车费的 你先败想这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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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为什么价格提高之后 用度反而更严重 你先回答 很简单 是因为其他条件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什么条件发生变化 比如说 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人们 比如说 你说这里边开个什么演唱会 对吧 没有演唱会这个问题 就是说八月份 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是什么原因 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是什么原因 但是他一定有别的因素发生变化 我可以这样讲 如果他没有提高 他会更用 价格是没有用的 我怎么说价格没有用的 我不说了 如果你不提高价格 他那天比你后来表现的 还要拥夺好多倍 没有啊 没有这个现象啊 本来是2.7 你怎么知道没有的 我说是一定有 因为你这符合原理 就是人们对利益是有反应的 那你为什么都可以说是 我请问你 3.2的用度指数 8月份是涨到了7.2 你认为人对利益 人对价格的变化 是不是会有反应 钱没反应吗 怎么会没反应 相反没反应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涨停的 有人就愤怒呢 你没有回答问题 为什么更用 我正在回答你的问题 你没有回答 因为你完全否认了说 大家根本就不跟你价格 那我告诉你 你的价格理论 在今天8月份是完全没有用 如果 如果您能说 如果您可以这样讲 你就说这 别的条件都没有变 就是我们涨停的 还没有用 那只是这样讲 涨的还不够 你价格理论 在8月份是不是没有用 就是说价格的涨幅 没有抵消 别的因素 促进的车流增加 这个因素 如果你涨到1万块钱 一分钟 1万块钱一分钟 价格上涨 需求要下降 我们发现 价格上涨结果 需求反而上升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价格理论 你违反了 你已经违反了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如果你价格上涨 你很简单 所以你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价格上涨 他就说你必须区分 大一形成就知道的问题 沿着需求期限移动 还是整个需求期限移动 这样 有关部 两位先搁置 你回来我吧 老师 王老师先搁置一下 有关部门呢 用一种态度 一种观点 来回答了两位的问题 就是在观察三个月 有关部门说 在观察三个月 所以8月份了 8月份很有意思 按照道理讲 你长得60% 赏失非常多了 按照道理讲 你用途期限 应该至少下跌一点点 最后你发现了 用途期限不但没有机会 反而增加 也就是说价格理论 在8月份是完全不适用 反而大家 那由我来说 你们两个都不要开口 我也现在想让 王老师把他的价格理论 刚刚说的第一点 就是价格传递信息 那你在现场 今天我们给王老师 充分的时间 把你的王氏的价格理论 表述清晨 你们俩能不插嘴吗 不插嘴吗 能吗 你想不想简单一点 不要在那里长 你就是想插嘴吗 你讲我再讲吧 来 王老师 计时开始 因为你讲了 让我忧心忽忽 你看 我还没讲 你先讲了 第一个作用 就是传递信息 就是传递资源 稀缺的信息 因为价格表示 一个东西的稀缺程度 价格越包 表示这个东西 稀缺程度越严重了 如果停车场的 价格价格太低 那给人们传递了 错误的信息 是说 停车场太富裕了 都来吧 因此就都来了 实际上没有 所以说价格低了 必然造成运动 第二个 价格提供了一种激励 什么激励呢 如果你价格高了之后 价格的本质是什么 它阻止消费 价格的本质是阻止消费 而提高生产的 如果你到超市里去 东西都是标价零 马上就要抢空了 就是因为它标了价 你才没把东西拿光 价格是人类几千年 找到的一种 唯一的一种 最好的资源配置的方式 人类的智慧 最高智慧是找到了价格机制 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人的一切几乎就是价格 你要找工作 你关心的是工资吧 对不对 你买东西最关心 你买房最关心的是价格吧 你娶个媳妇 其实也都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们就说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就是价格 第三一个 价格还有一种 它决定分配 就是价格决定 把东西分配给谁 我们知道 如果你不用价格 决定分配给谁 那你就得用政府 就用计划来决定 我们就说 就是说 由市场决定 就是由价格决定 就是谁出的价格高 谁就得到这个停车位 因此 如果价格涨到了 它的 真正的均衡的水平 一切接受 现行停车位价格的人 都会 很方便的 找到这个停车位 那些找不到停车位的 就是因为 他不接受这个价格 所以说 价格 如果说不是万能的 这世界上 就没有万能的东西了 表述完毕 好 郎教授 他一定说的比我还多 还强 我只想四个字 胡说八道 教授关于王老 不是 我们 我这个话 就这个不要掐掉 郎教授这四个字 也不要掐掉 好 历史终将证明 智者千利 必有一生 没关系 我